好,我们谈谈配股的股份 1691是JS環球生活的 昨天有个消息说到 旧股东配股的 7,550万股 作价是15.45至15.62 最多套演大约是12亿 折扬最多是10.5% 现在看到就跌穿了配股价 最新报是15.38 有朋友问 怎样看这只股份的前景? 这只股份我都在很多平台 不记得这里有没有说过 我都基本上说 今年有应该第二季打后 我都说不应该再买 因为这只股份去年就很厉害 或者如果你看今年 可能上半年的业绩 都不是很差 但是其实都见到 一个明显的放缓 因为本身JS環球生活 做了一些小型家电 去年为什么买得好呢? 就是在海外疫情 大家都在家里没有东西做 买多了很多小型家电去玩 比如一些主石工具 很流行的 但是今年整个故事又不同了 你说在外国很多餐厅都开了 那你还需不需要买这些 自己来煮食呢? 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了很多 再加上今年有两个元素都令到它不利 第一个就是说商品价格升得多 比如你做那些家电 那些钢、铝、金属 今年价都升得很厉害 那你说这些小型家电 是不是说成本升多少 你就可以加多少价来做一个转价呢?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竞争很大 那第二个元素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都做很多出口业务 那之前不断说 你的航运价格之前升得这么厉害呢? 对它来说也有个负面因素 那所以你看回那个毛利率都开始是受压 还有整体那个股值方面也都是压回来 那所以你看到股价呢 基本上由今年应该在第二季 见了高位之后呢 一跌都跌回接近五成那么多 就是26元跌回来之前最低13个多 那就算你说在这个几两个礼拜上升上来呢 其实我觉得有些是升特了 那所以你说去回来就是17个多 那那些股东觉得 那个势都好像一样一样了 那这一段弹回一点呢 都不如去到散一散一些货先 做一做个套现先 那如果你说连那些旧有股东 都要批旧股出来去套现呢 那就证明了他们都觉得 其实可能未来的环境呢 都未必特别好 那所以你说以投资者的角度呢 这些股一来弱势 二来刚刚说的 基本面又不是说真是那么有利呢 那这些股我觉得都暂时是不宜遵守 是 那是什么都怪不宜遵守 那是汇图時的事 那是什么都怪不宜遵守 这些股东西呢 舒服得宜遵守 那是什么事 比如说就是 必须和这些股东西 你 对